大家好 今天是24年10月3号星期四 一个小伙伴给我发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文章是谁写的 据说是中国的一个作者 他写的两本书 一个叫《天道》 还有一个叫《遥远的救世主》 好像是《天道》 是不是还拍上电视剧了 我记得 作者叫林雪 反正据说是他写的一篇文章 这文章怎么回事呢 就前不久 美国共和党的前亚太区主席范恩格 范恩格是个犹太人 他在网上公开指责 说中国人不同情犹太人 说这是不对的 你们怎么能不同情犹太人呢 然后李雪就写的一篇文章 来一封公开信 给范恩格先生 我们来看看 全文他说 范恩格先生 你好 看到你的回复 我感到无比震惊且愤动 对于你所谓的二战期间 如果全世界都帮助犹太人的话 那么600万犹太人 就不会被杀的言论 我要反驳的是 这不能成为你们支持以色列人 屠杀巴勒斯坦人的理由 你不能说他有别人杀过 我就杀别人 对不对 那这一言论呢 还存在了一个呢 客观的错误 至少在二战期间 当时的中国也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中国上海 还是呢 无条件的接纳了五万多名的犹太人 但是呢 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犹太人 报答中国的方式是 勾结了日本侵略者 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呢 犹太国家 当时呢 犹太复国主义吧 就觉得天下大乱了 就说看我们能在哪儿呢 复国 反正想建立一个国家 知道吧 最后反正跟英国呢 商量商量呢 就是在哪儿建的 在这个 最后是在这个耶稣塔罗这儿建的 那当时呢 他们就是想想的 就是说看哪能找一个 就在哪找一个 那这个呢 就是著名的呢 叫河豚计划 那在这儿我要给你 加一小段来补充一下 他到时候他就 他就没有多说 他觉得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我想不知道这个 我给你架上 这个河豚计划什么呢 是犹太复国主义 当然就是想复国嘛 要找一块地 要复国 把全世界的犹太人聚集起来 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想法 那日本呢 当时呢 想利用犹太人的巨大资金 就觉得日本人呢 就觉得犹太人能给我钱 我这土地我卖给你 我来帮你复国 但你要给我钱 另外一个呢 在通过犹太人呢 改善呢 日本与美国的关系 因为美国当时有很多 犹太人 当时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呢 很糟糕 日本想通过呢 看犹太人能不能改善 跟美国的关系啊 所以呢 就设定了这么一个计划 那河豚计划呢 1938年12月6号 正式获得日本政府的呢 正式批准 这是一个正式完整的一个计划 是有的啊 那主要内容呢 就是在哈尔滨 建立一个呢 犹太的复国主义的一个国家 犹太人的建国 在这里啊 一个侵战时期啊 就日本和战人关系比较好 所以他就说呢 就说呢 我们收留了五万多 然后呢 你想在我这呢 画一片土地呢 建国啊 他说你可真行啊 然后呢 他说呢 当然庆幸的是 回到他的文章啊 他说庆幸的是呢 合同计划最终失败了啊 结果呢 他们无比拿手的 农夫与蛇的故事 在中国呢 未能如愿以偿啊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竟然在上海街头 公然在镜头前声称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法租界 什么年代了 你跟我说法租界 然后最早呢 在一千年前的宋代 犹太人作为流量民族 进入中国 在中国呢 繁衍生息 宋王朝呢 给了他们足够多的这个红利 当时我说过 这真的非常好 他们来特别会说话 哄到这个宋朝的国王 这个宋朝的这个皇帝 特别高兴 给了他们很多的红利啊 但是呢 在南宋 国破家王 臣民南逃期间 犹太人呢 却突然呢 投靠了援军 但是这个犹太人他有个特点 他总觉得我是在这寄居的 谁当统领 谁当国王 跟我没关系 我对你这个南宋呢 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情 我早有一天是要回到耶路撒冷 或者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的 我在这只是寄居 谁来了 我都投靠谁 所以呢 就是元朝来了呢 他就投靠了援军 几十年后呢 这个朱元璋推翻了元朝 不是几十年后呢 这都快要一两百年后了 反正后来呢 朱元璋又推翻了元朝 建立大明 汉人重新掌权 但是呢 没有汉人去清算犹太人 就算了 你今天投靠我明天投靠他 我就算了 还有鸦片战争时期 犹太义伤人杀殉家族为了挣钱 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 中国人为此遭受了巨大的畅伤 但是中国呢 也从来都没有排斥过呢 犹太人 因为中国早在三千年前 就开始接受呢 道德教化 上书成书于公元前的十世纪 至今三千年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籍 那时候你们刚刚呢 被驱逐出呢 上帝给你们的应许之地 开启了流量生涯 如果阁下精通你们自己人的历史 你应当清楚 埃及人收留了你们 你们却几次翻番的背叛埃及人 最后被法老屠杀驱逐 古罗马收留了你们 甚至呢 还专门设了一个呢 犹太行省 让犹太人呢 这个聚集 在这儿设了一个省 这个省里面都是犹太人 给你们设了一个省 等于是在自己的国内 给了你们一片土地 但是你们呢 却趁着国王图拉真东征 国家守备空虚之时 发动了叛乱 击败少数守军之后 竟然疯狂屠杀平民 剥下受害者的皮肤做衣服 让他们的尸体投喂野兽 在塞浦路斯 萨拉米斯 利比亚 一共22万贫民被犹太人屠杀 不料呢 图拉真回尸两个集团 愤怒的罗马军团 从美索 不达米亚 沿着地中海 东岸 一路杀到埃及 生活在这一带的犹太人 几乎被灭族 后来犹太人再次发动叛乱 又把屠刀对准了基督徒 大量信仰基督的贫民被杀害 罗马国王哈德良 争雕十二万人 对犹太人展开屠杀 哈德良吸取了图拉真时期的教训 取消了犹太行省 驱散了犹太族群 自此犹太人 正式开启了 就是流亡世界的这种生活了 彻底就没有自己 原先这是害怕 这是自己的 对不对 那几千年来 犹太人遭受过无数次的屠杀 无数次的驱逐 也曾经有无数的民族同情过你们 收留过你们 但是你们却用无数次的背叛 来回报他们 你们始终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优等民族 是上帝的选民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们 这个 就只有你们上帝选民 别人都是外邦的 都是跟什么邪神在一起 搞什么邪淫的 对不对 然后你们从不在过往的教训中反省 你们的宗教文化 对其他民族带着天然的破坏 丑化 排斥和敌视 中国人有自己的道德观 中国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优等民族 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列等民族 对不对 也从不惧怕任何优越感爆棚的民族 中国人懂得反思 懂得知人图报 约翰拉贝是一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救过一些中国人的一个德国纳粹党人 对不对 但是前两年他的孙子屡职的医院缺乏了药品 向中国驻德大使馆救助 中国人民还在捐款捐物 瑞典红十字会的会长贝纳多特伯爵 二战期间在纳粹集中营救出了3.5万人 其中有6000人都是犹太人 对 犹太人是个大恩人 对不对 后来他被联合国任命为中东特使 派往耶路撒冷 那为什么联合国把他任命为中东特使呢 就是因为他是瑞典红十字社会的会长 德高望重二战期间救了很多人 大家对他都非常的尊重 所以认为就知道呢 这个到中东特使派往耶路撒冷的话呢 这个事呢大家都不不认可 所以一定是派来了一个呢 就是说德高望重的 然后呢非常的圆滑 非常老成事故的 然后把方面的利益都能照顾到了 对不对 不要来了 负责呢确认新成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边界问题 仅仅是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 就被犹太人呢 当街连射六枪乱枪打死 当场丧命 我再这样说一下啊 这个我给你加一段啊 这个贝纳多特伯爵提出呢 比较公正的一个呢安置法案 就是双方要带大家平分的土地 1948年9月17日的下午5点 联合格车队在耶路撒冷遭遇犹太武装人员袭击 贝纳多特伯爵身中六弹 被当街乱枪打死 当地的犹太人报纸竟然说什么 说所有联合格的观察员 都是外国占领军的同谋 贝纳多德不过是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傀儡 这个贝纳多德在二战的时候 光纳税集中营救犹太人都救了这个多少 救了六千人 对不对 然后呢你怎么能对他下手 对不对 而且联合格派来的这个 是联合格认命的这个中东特使 对不对 这就是就跟现在这个联合格秘书长古多雷斯一样 这都属于就是特别能够服众的 方方方方方利益都能照顾到的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都服的公认的这种权威性的 不然能选得上联合格秘书长吗 能选得上这种什么中东特使吗 对不对 他都是你看日点红十字会会长 对吧 都是这种人 然后最后呢 古多雷斯现在被你们当方方方方制裁 这个谁啊 贝纳多特被你们当街乱枪打死了 所以就是说你们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 你们也要想一想 对吧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做事做的太过 还有古多雷斯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 就被他们为了制裁了 他好歹是个联合格秘书长吧 你不给他面子 你得给这个位置一个面子吧 对不对 好再说 二战期间 南斯拉夫啊 救了一名犹太裔的小女孩 奥尔布莱特 50年后 奥尔布莱特成为美国第一任的女国务卿 奥尔布莱特亲自下令 无差别轰炸南斯拉夫 地产式轰炸 亲手肢解的南斯拉夫 后来呢 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他说你现在了 事隔多年 是否后悔轰炸南斯拉夫 奥尔布莱特说 不我不后悔 他说1947年 犹太人坐船来到巴勒斯坦 难民船上写着说 德国人摧毁了我们的家园 请你们不要摧毁我们的希望 巴勒斯坦人民接纳了犹太人 欢迎你们到白军 你们难民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 照顾你们 然后七十多年来 你们日以继夜的屠杀着收留你们的恩人 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个的露天监狱和种族隔离墙 全世界人民要怎样同情你们 才能让你满足 他说中国啊 古代经典叫王征 王是灭王是王 征呢是征徒的征 王征里边 他说有一句话 说国小而不储卑 利少而不畏强 无礼而辱大林 贪毙而着交者 可亡也 可亡国也 就什么意思呢 国小而不储卑 就国家比较小 你就要放在一个比较卑微的一个位置上 对不对 你就跟北朝鲜面对美国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稍微的就是说 知道自己几亿几两 对不对 或者你像什么这个墨西哥 你看墨西哥面对美国的时候 都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卑微的一个位置上 对吧 国小而不储卑 利少而不畏强 力量小 对不对 利少而不畏强 你又不畏这个强 那你看墨西哥 你看古巴面对美国的时候 对不对 无礼而辱大林 就没有礼仪 去侮辱那临近的大国 贪毙而着交者 就是说贪婪固执不懂外交 他说到这的话 如果一个国家做成这样 一个小国做成这样的话 那么就可以亡国了 就可亡了 你就灭亡得了 你还留着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你为什么灭亡了 为什么流浪了几千年 对吧 你有反省过吗 好吧 那大体上就这样 这个是谁 是不是叫什么李雪写的 好不好 那么我们看看 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多了我也不想说什么 那这期见到这里 谢谢大家